好的,这场比赛金英一出场了,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金英加油了 因为毕竟这个招九玉贵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文章了 不过今天这个招九玉贵是深重的,两个人的协议体重是62公斤 对,在随格玉贵是两个三公斤的一个级别 招九打法偏黏,他重击不是那么强 金英也是一样,先速度下,快进快出行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金英现在还挺年轻 但是直到这个到了中年,发量会有影响 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输个哪吒头 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金英真的是登场武林峰的擂台挺早的 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峰60公斤级的新人王 他可以说是武林峰劳模型的一名,没错 因为当年武林出国征战,他是代表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名 外战最多的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东米亚这个要求在一条路是三公斤级的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招九玉贵的同胞,曾经有辉 但曾经相对于招九来讲,攻击有余,但认劲不足 招九,整个招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 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士练的那些抓罐子 拧棒子,他们都在脸上 所以我觉得这些,看起来可能过时了 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 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招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弟弟还是弟弟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 招九还是比较偏在场,实际把握的 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招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但今天招九看上去真的是强盛了很多 对,大了吧 金英这是第一次降转的 我们知道在63,虽然金英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 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对,他14年的时候是打57,57 然后慢慢的随着年龄长大了 再想降下去就很麻烦 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 后来67,这回打70 金英哥还是他自己的重机能力没有那么高 他还是一个偏控点的选手 其实他去小虎那身边特别好 小虎是一个偏重机,不偏控的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 在这方面有一点点劣势的处打 因为这个招九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都到达 拳腿阴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 他出高的也少 二回回的比赛 实际上招九崛起的那个时代 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 相信二姐更了解,18,19,20年 对,招九是拿到了WF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而且他已经两次未免成功了 但这一次呢,升级别大 也算是对招九一位来讲是一堆试金石棒 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岁 完了还要拿一个我们的双撞 想想就可以了 想想就可以了 武林峰的63,67 应该在全世界上很强 对于招九来讲 我觉得每种精英是个解法 原因啊 他之前18年以后赵琴阳 19年以后王军都是暴击型的拳手 相对来讲 精英的控制 这是脚底的滑 精英的控制更好 以长打长 对于招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 你看他之前在日本 现在叫K1 当年的Crash1 他输给的对手都是很长劲的对手 这双飞踢 金英的左媒攻已经开了 招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的 你看招九的后手開始 金英好像会打醒 金英好像会打醒 这个阶线没飞起来的但没中 金英比较有经验的原因就是 金英直到这个拍了之后 他也能去看到招九一归要干什么 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 招九一归不算是金英评次很快 他也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力 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左手先出 B金英的右手下移 然后再出右手 这回合好像剩30秒了 招九还挺地道的 这个在再次智商之后 招九是增加自己左手拳的输出 这也不错 哎 挂刀了 第三回合在第二比赛 招九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地了 非常非常地没有刻意地去进攻金上场 虽然说有两个人第一次交手 但是在这个无人中的比赛当中 互相看对手的比赛比较多了 对 都是成名者 招九这个跳西啊 今天要小心 金英往前塞的头 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奇怪 好分开 这个武林峰的所有国际规则 和现在日本的那个所有国际规则 还有区别 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尺退 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翻了一次 对 金英的重击比我上次见马上提升不少 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 是 还有责任加强 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全民朋友 一直在说 金英这个速度比较快 但是缺少振击 他的确体重也小 对 他打63 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 对 对 金英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 真的不错 哎 哎 这个 主要是这个招九 一个转身的动作 金英说是这个招九拽着他的手 对 他转了一下 然后加了一些 这个动作还是不甘远 没必要 好 好 金英 还有一个问题 金英 大家仔细看他招法大的线 是偏不去躲错 他两个招落点不在这种中间 偏躲 这样的话 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方形成 赵九前后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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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招招 我们来回顾一下原来铁迪华的招招 他的中线一直在自己中轴上 金英是偏不服的 金英是偏不服的 越南大服 想让赵九降重心 这也是 这个算是朝九到场的特点 他们这个正灯脚尖前处很厉害 所谓的三十月 就是介于正灯和四灯之间的问题 是 当年王公斌就吃过这个灰 对 完了回来就加强练习这个 对对 全民三十月 二十九比二十八 红方上